中药材蛇葡萄 可能有的朋友都有用过它 那你知道它在野外长什么样子吗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认识一下 大家看 在这个鹿的左边上 这一颗长得有点像葡萄一样的 它就是蛇葡萄了 这一颗还挺大的 这种的蛇葡萄 它非常喜欢生长在一些有水潮湿一点的西边 或者是山路盘 零下等等 它是葡萄科 蛇葡萄薯的一种多年生的木质藤本植物 来看看它的叶子 它同一个植株上 有的叶子长得是这样子 就是裂片会浅一点 还有的会这样子 山裂深一点 叶子边缘有带一点锯齿 你看它的藤长得非常的粗壮 这个卷须 它就会卷在其他的植物上面 然后就攀爬的生长 它的全株都是没有茅的 9到10月是它的果期 它的果实非常有特色 虽然不大 但是它成熟了以后看起来你看 颜色非常的鲜艳 紫紫的 你仔细看还会发现 它这个果实上面还有很多一点一点的小点 记得小时候奶奶总是跟我们说 这种果实千万不能吃 说它呢 是蛇吃的 有毒物 所以呢 就叫它蛇葡萄 党辈为了避免孩子误食野果 也真的是用心良苦啊 其实蛇葡萄在中医上呢 是一种很好的中药材 主要就是以它的这个根茎呢 拿来录药用 像中华本草里头呢 就有记载它的药用价值 在我国 它主要分布于江苏 安徽 浙江 江西 福建 湖北 湖南 广东 广西 以及四川等地 那它的别名呢 有好多 比方说也有人叫它 甲葡萄 野葡萄 山葡萄 绿葡萄 还有叫建毒霄等等 视频前的朋友们 在你们的家乡 有没有这种蛇葡萄呢 你们那里又是怎么称呼它的呢 如果你还知道 它的其他用途价值 也欢迎您留言分享 好了 这期视频分享到这里呢 就要结束了 我是兰兰 每期都给您带来 不一样的植物知识 如果你也喜欢 记得点个关注 我们下期再会